教学内容为地培们日常教学习惯 游戏规则可能有些微调整 建议的地宝们请再参阅说明书哦 从前从前 这是一款以接龙说故事作为主旨 让玩家发挥想象力的桌游 游玩过程中玩家的互动十分紧凑 充满趣味 若玩家们能够创造出一个吸引人的故事 会比在游戏中获胜 更令人印象深刻哦 配件介绍 故事卡110张 故事卡左上方的图案 代表故事元素的五个类别 分别为角色、地点、物品、状态、事件 并且故事卡上会有一个关键字 部分故事卡上有中段文字 也称为中段卡 结局卡55张 游戏目标 玩家要尽量打出手中的卡牌 发挥想象力 叙述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 并抓准时机 用自己的结局卡为故事画上据点 游戏设置 1. 将全部的结局卡洗混 面朝下发给每位玩家各一张 剩余结局卡 剩余结局卡移出游戏 2. 将全部的故事卡洗混 发给每位玩家数量等同于11-去玩家人数的卡牌 其余故事卡放在桌面作为排库 这样设置就完成咯 3. 游戏流程 翻开排库顶端的一张牌 跟这张牌长得最像的人作为骑士玩家 玩家在自己的回合时要作为说书人讲述故事 游戏中可以进行以下三个动作 1. 书牌 当玩家作为说书人 说故事说到关键字时 可以打出手上对应的卡牌摆放在桌面 注意 关键字要与故事走向有关联 不可以用流水帐的方式带过 比如 米常说 一位旅人在旅行中遇见了女巫 仙女 巨人 并一次性打出三张故事卡 却没有提到发生了什么事 此为错误示范 2. 书中断卡 在说书人打出卡牌时 若其他玩家手上有类型相同的中断卡 此时该玩家可以忽视中断卡上的关键字 直接将其打出 中断说书人的回合 被中断的说书人必须抽一张牌 接着由出牌玩家担任说书人 从刚刚中断的地方开始 继续把故事说下去 3. 关键字中断 在说书人说故事时 如果说到其他玩家手中卡牌的关键字 则该玩家可以打出对应卡牌 中断说书人的回合 此时说书人必须抽一张牌 接着一样由出牌玩家担任说书人 从刚刚中断的地方开始继续说故事 补充说明 1. 主动停止 如果说书人自己无法接续故事时 也可以主动停止回合 此时说书人必须从牌库抽一张牌 接着弃掉自己手中的任意一张手牌 并由他左手边的玩家接续故事 2. 投票表决 若是对说书人的故事内容有争议时 玩家可以投票表决故事情节是否过关 若玩家们认为不过关时 可以直接中断说书人的回合 此时说书人必须从牌库抽一张牌 并由他左手边的玩家接续故事 游戏依序进行 直到满足游戏结束条件 游戏结束 当有玩家将手上的故事卡全部出完 并在合理的故事情节下 打出自己的结局卡 为故事画下句点时游戏结束 该玩家获胜 恭喜你会玩从前从前咯